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学,那个时候我老婆是大学的校花,很多人都追她,当然也包括我,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,她都不同意,后来有一天,她竟然主动答应我要和我在一起,我知道她一定是和她那个前男友分手了,才会答应做我的女朋友的,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一点,谁让她长得漂亮呢,只要以后对我好就行了,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开始交往。 随着时间的变动,渐渐的我们大学生活也结束了,因为我和我老婆在大学期间感情非常的好,于是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把双方的父母约出来见个面,顺便把我们的婚事给办了,当双方父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,他们都非常赞同我们在一起,就这样我们顺理成章的结婚了。 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,所以在我和我老婆结婚之后,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好好对她。 婚后,我们两个人过得很幸福,她和我父母之间相处的也非常好,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关系很融洽。 我老婆她仍不但长得漂亮,还特别孝顺,这点让我父母很是喜欢。 在我们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我老婆被查出来怀孕了,当家的人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都非常的开心,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都想早点抱上孙子,这样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就可以享清福了。 于是就在上个月情人节的时候,我心想,从结婚到现在都没有给我老婆买过礼物,于是就趁这次机会给我老婆买一个苹果吧。 在情人节那天,当我拿给我老婆的时候,她非常开心,竟然激动地流泪了,就这样,我老婆现在用着了新手机,而我则用我老婆的旧手机。 有一天,我打算上网查一些资料,就当我拿我老婆的旧手机时,突然发现她竟然在晚上搜索东西。 当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,我顿时间弄住了,搜索的内容是,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和其他男人同房,孩子还是不是我老公的。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老婆搜索的,然后当时我就拿着手机去找我老婆,质问她,刚开始的时候她和我说不小心点进去的,后来见我发火了,就立马告诉了我实情。 原来她和我结婚后,竟然还和那个前男友联系,竟然还和她上床了。 当我听到我老婆说这番话时,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毕竟现在她已经怀孕了,尽管我多么生气,我也不能动手打她,可是我真的忍受不了我老婆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。 现在我心里很是纠结,不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。 我一方面想和她离婚,另一方面又不想,因为她是我这辈子唯一深爱的女人,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原谅她。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,你们会选择和我一样默不作声,还是选择和她提出来离婚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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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